中文字幕——YK 除了秀美的崩光以外 世代传承的产品和技艺 也是筑起了苏州城市的一块基石 苏州人把一份对于旧时光的眷恋之情 倾注在了老字号的身上 不仅因为他们捐刻着时代的印记 更因为他们承载着千百年不变的 苏式气息和故乡的味道 我不能把我苏式的东西扔掉 不能把我中国特色的东西扔掉 我有这样的义务去把它重新恢复出来 把那个就是老的 跟现在的新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 不单是对中历史的回忆 并且还展现了一个非常灿烂的商业景观 这一天苏州下着蒙蒙细雨 画家沈明毅的工作室里却是异常热闹 十八位无门画家正聚在一起 对一幅水墨长卷的草稿 做着最后的修改和定夺 这幅三十六米的长卷 描绘了一幅现代苏州城的繁华盛景 从水乡州庄桶里至太湖三山岛 取材包含卓正园 平江路等传统名盛 也有东方之门 金户高铁等现代元素 北方有清明上火图 那么这像我们的那个古术繁华图 它都是反映咱们说做 那个时候的明峰跟明熟的那个东西 那么我们到了二十月时期了 咱们那个苏州一群画家 有责任的把这个苏州的面貌 能够反映给我们现代的人 在沈民意的心中 苏州就是他笔下的样子 粉墙带瓦 竹林掩映 小桥流水 乌棚传摇 墨色透过画纸渐渐蕴染开来 让这幅江南图卷 仿佛渗透了时光的记忆 均到姑苏渐 人家进枕河 故宫闲地少 水巷小桥多 在苏州众多的街巷之中 山塘街享有姑苏第一名街的盛誉 在山塘街的西端 有一家苏州现存历史最久的老字号 他因乾隆帝的盛赞而声名大造 又以苏帮菜的精美而玉满江南 这家250多年的老字号 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如松长青四鹤天寿 苏州人到了龙里的肉运 要吃灾 吃素灾 素灾叫文楼吃灾 听到打嘞就吃灾 28天以后开灾 就可以可以开始吃荤了 大家20多天都没吃荤了 第一件事就跑到松后� mogę吃一碗卤鸭面 在苏州作家王家聚的《孤苏实话》中 请用了这句话来描述苏州人眼中的松和楼 松和楼历来名菜众多 蟹粉豆腐 青溜虾仁 金盏甜豆 雪花蟹斗 而这其中最著名还当属令乾隆帝赞不绝口的松鼠桂鱼 切的时候一定要用力一点 然后把它切得深一点 然后鱼花开出来才会很饱满 这个松鼠鱼毛也的感觉 切好后的桂鱼用盐水腌渍少许 裹上生粉蛋清 入油锅煎炸两次 待色泽金黄即可出锅 浇上熬热的糖醋卤汁 再均匀地撒上一层松仁 外脆里嫩 酸甜可口的松鼠桂鱼就做成了 作为苏帮菜的名馆 松鹤楼不仅精于炖 闷 威背等传统技法 而且讲究选料 刀工 火候和菜的色香味型 这些讲究不仅体现在做法上 就连爆菜名也含糊不得 比如说清朝下人来了 他会用苏帽话来说这道菜 青菜忽宁 就是欢迎里面的意思 忽宁就是苏帽话里面就是一个谐音叫欢迎的意思 灌钱街因地处玄妙灌钱而得名 是一条城街于清朝时期的百年商业老街 在今天的灌钱街上依然可以看见当年一样热闹的景象 《红楼梦》中 曹雪秦称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绝非虚名 明清时期 苏州商业进入鼎盛 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其中饮食业尤为兴盛 松河楼啊 六亿楼啊 新飓风啊 老振兴啊 是吧 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茶水业 就像我们彩子栽呢 稻香村一寿河啊 也不迟 很有名 现在没了 像等等等等 众多玉满江南的苏州老字号 最初都是起步于灌钱街 这其中也包括松河楼 在灌钱街的松河楼老店里 每天下午五点多 已经坐满了等位的客人 在苏州人心目中 逢年过节 家庭聚会 来松河楼搓一顿 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犒赏 施女士一家四代人 都与松河楼有着不解之缘 老母亲李奶奶上世纪六十年代结婚 就是在松河楼办的酒席 80年代李奶奶的女儿出嫁了 遵循父母的意愿 他们也把酒席摆在了松河楼 前几年老人的孙子结婚 一家人在松河楼拌酒的传统 依然没有改变 都觉得这挺不错的 菜色又精致 然后做的也蛮好看的 然后爷爷奶奶在这儿拌 我们也接着他们在这儿拌 一代一代传下来 如今家中的第四代人已经出生 小朋友晨晨最爱吃的菜 就是松河楼的青炒虾仁 真好吃 那陪大家 纯齿间的味觉渣母 正是一代代人找寻回忆的过程 而每一种味道都对应着一种 曾经的生活方式 这种美食给人们留下的舌尖记忆 也是松河楼与苏州人之间的特殊情感 这样的情感还在一代代传承 宝宝三岁前可以掌握超过一千个词汇 它高速生长的大脑 在这里 关键营养素需求里是你的两倍 汇式金庄S26智学因子 DHA加至五倍 智学成长 优营养 I found a great star Tinkle, tinkle, little star I have found a great star for my daddy's mom 汇式科学营养 智学出众表现 年轻不止表面 基地渴望新生 十四年科技专业 蓝蔻小黑瓶精华基地液 滴滴修护 深入基地 激活十大年轻标记 原则基地的年轻 可见可处 柔软细腻 弹润透亮 蓝蔻小黑瓶精华基地液 清零蓝蔻专柜 月向明星精华李赠 法国蓝蔻 I never let you go I never let you go 我每天都有大发现 小雨为我唱歌 雅培精致 创新质吸收结构 宝宝敬情感知 妈妈 她也爱听歌 感知成长的神奇 我选雅培精致 宝宝大脑 对关键营养素的需求率 是你的两倍 汇式金装S26 五倍DHA 智觉悠营养 Tinkle, tinkle, little star I have found great stuff for my daddy's mom 苏州人有句老话 吃在松鹤楼 穿在钱太祥 这句俗宴何时开始流行 谁也不曾去认真考证过 但位于灌前街 大城方口的钱太祥 的确是苏州历史上 最大的筹部商店 也是现存历史 最久的筹部店 钱太祥这个品牌 在老苏州的心目当中 他的分量非常重 从小孩的出生 他的满月 他穿的满月服 一直到他长大成年 以后结婚 穿的礼服 他基本上都是在钱太祥定制 丝绸是苏州人的衣食之本 也是苏州留给世界的名片 丝绸至于苏州人 仿佛身体发肤 无比亲近 无浓软鱼 婀娜拼亭 江南的风景在苏州女子和水影丝光中显露无遗 如花绽放的旗袍 时而雍容 时而清丽 摇曳出了过往岁月的回生 和失忆生活的梦境 既然这还有 就是苏气这两个字 苏州的苏 气息的气 就是说 意思很简单 就这个人算发出苏州人的气息 苏州人的气息 就根植于繁华的绸缎和织紧 明清时期 苏州的纺织业进入鼎盛 春传再裸起的景象 美美可见 凭借着丝绸的传播 苏州也成为了当时的时尚之多 从日式住行的各个方面 提出了对社会生活的一个高标准 苏州人给把它完善了 把它完善起来 成为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引导全国的慈善 你梳个头 要梳舒适的 服饰要穿舒适的 吃的东西 用的东西 要用吃苏州的 苏绣 苏雕 苏中 苏灯 凡是冠以一个苏字 就意味着它苏工出品 处处可见得工艺之精细 技法之考究 老唐是一位老苏州 在他的家中满满当当地陈列着各种苏工之作 然而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收集老钟表 年代久了的钟表难免走走停停 出些故障 每当这时老唐总会到他的一位老友那里 宣求帮助 这个村众当时他坏了不少年年 尤其是群众系统 这些管音部位都坏了 都断掉了 群众的人有个感觉 如果始终到处来把它修复了 那个事实上很兴奋 把坏掉的零件通过改造 加工再修复回来 田师傅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终于把这只老船钟修好了 后来一个礼拜他就叫我 修好了 我当时还有点不大相信 一看真的修好了 我是非常开心 今年81岁的田国柱老人 是老字号于昌钟表店的一名首艺人 而他的儿子田亮 正是如今于昌钟表的掌门人 这一对父子用他们的双手 修复过各式各样的钟表 这种是美国的 是我们从南京 解放军国民 切诊厅里 我们收来的 这种很重 但到新铁走势都非常好 有一百多年 很老 成立于1911年的钟表老字号于昌 曾经纵横南北 将字号开到了南京 上海 宁波 天津等地 成为妇孺皆知的钟表名号 我得把这连接连下 连接连下 我得到这个一方 这个一方 这个马上 这个再切切 这个马上再切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 随着替代用品的增多 国内钟表行业开始衰落 于昌也因经营不善 一度生意萧条 最终不得不摘下字号 退出灌前街 消失于苏州的商圈中 因为我是 和鱼昌有特别深厚的一个感情 我对我这个专业也是非常热爱 我认为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责任感 促使我一定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年老店 不能让他毁在我们的手上 我有这样的义务去把它重新恢复出来 如今的鱼昌又重回到灌前街上 田亮也请出自己的老父亲田国柱出山 恢复了往日前店后房的经营模式 一面销售钟表 一面保养维修 在田亮眼中 唯有手工的温度和机械的结合 才能诠释钟表真正的含义 装插销的时候 你的手就是一个手表 维修的时候的中的时候的一个平台 左手拖住它 拖住它 这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平台 对不对 你试试看 田亮的儿子田家臣今年17岁 闲暇时他会到店里 跟着爷爷和爸爸 学学修钟表这门老手艺 田亮说 在这个快餐式消费的年代 能静下心坐下来 学习这门老手艺的人 太少太少了 唯有这祖孙三代人 凭着一份执着 在岁月流逝中 用指针裁剪着光阴 也裁剪着自己生活的方式 宝宝三岁前可以掌握超过一千个词汇 他高速生长的大脑 在这里 关键营养素需求率是你的两倍 会是金庄 S26制学因子 DHA加至五倍 制学成长 优营养 Look I found a British star Tinkle Tinkle Little star I have found a British star for my dearest mom 会是科学营养 智学出众表现 今晚见我爸妈 又干净逆弱 全新菲利浦 九千系列电穴刀 八项贴面感应科技 V型精确接替系统 追求完美提及 恭喜过关 制真T恤 多效理容 都行 创新为你 菲利浦 宝宝大脑 对关键营养素的需求率 是你的两倍 会是金庄S26 五倍DHA 制学悠营养 Tinkle Tinkle Little star I have found a British star for my dearest mom 喝茶 吃面 听平谈 是老苏州人每天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三件事 在卓正园门口 就有一家老字号面馆 叫做猪洪兴 每天一大早 店里就开始顾客迎门 本国家 清米 米清 苦糖 来回去 可以可以 硬面 烂面 宽汤 锦汤 重清 免清 过桥 苏州人吃一碗面 也有着诸多的讲究 宽汤就是汤要多一点 清面 面少一点 免清 就不要大蒜 不要葱 这个肉呢 一定要放在面上面 鱼呢 要过桥 就是放在 盘子里边拿上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鱼肉 放在热汤里边以后呢 就都是要有点心味 韩赫丰是苏州城里的名人 自小 家境富裕的他 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货 早起到猪洪兴吃上一碗面 是他多年来不变的习惯 陆文夫不是有个美食家嘛 他这个店里面不是有个猪自业嘛 他每天早上起来 坐了狂抱车 就要到猪洪兴来吃 他的头汤面 电影中的吆喝声 被称作响堂 在如今的面馆里 早已听不到了 但是在猪洪兴的老师傅 顾水荣的记忆中 做响堂的日子 是最让他记忆犹新的 我叫梁上 你听一听 试试看 这个客人来了 他要报到里边 鲁汁上的师傅 知道 这个堂里来的几个顾客 他得点的是两万阳层面 三万是焖肉面 就是两阳层三牛米 同时又叫到这个 做点心的上 汤包要两克 客人的单一下 厨房灶台就热闹起来 面条在滚水中翻腾 雾气在晨光中弥漫 长长的筷子一伸 要挤两面 全靠着手上的掂量 装碗更是门艺术 面齐水往小爪梨中一顿 抖两抖 翻两翻 一边卷紧 一边凑到碗边来 所有动作 全在一转身之间完成 捞面不脱水 尽碗不泼汤 最后碗中的面 呈微微拱起的弧形 人称鲫鱼背 苏州人的精致 细腻 全都渗透在这一碗面当中了 凭着一碗面 要锁住苏州人挑剔的味蕾 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呢 道理其实都在面汤和焦头上 这个料包里面有 猪果 上果 葱 煎 这是我们煮汤用的 俗话说 厨师的汤 艺人的腔 苏州人把讲究这两个字 注入了一碗简单的面汤里 这个苏州面的讲究 一年时间的汤都不一样 比如说现在夏天是白汤 你到了秋天就下牙色 稍微有一点点颜色 到了冬天就是红汤了 可春天怎么样呢 比红汤淡一点 火泼色 一年十几就四碗汤 焦头也是苏州这一碗面的独特之处 为了不和面汤串味 焦头通常是单放在一个小盘子里 称为过桥 焖肉 鲍鱼 汕湖 虾仁 数十种焦头 根据时令不同 可以任意搭配选择 虾上市的时候 那我们就面店就开始供应 那个山虾面 虾仁 虾子 虾拿 天气炎热 我们就供应风筝大肉面 那么这个也顶多供应 四十到五十天左右 这个夏天以后 我们就开始供应卤鸭面 到十一万分的时候 卤鸭面 还有培汤卤鸭面 精致的苏州人 把讲究这个词 在食物上发挥到了极致 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正反映了苏州人 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而这舌尖上的奥妙 就蕴藏在每一个 寻常百姓的家里 这一天 老苏州阴泉根 正在家中 给小孙女琪琪制作糖果 就干了 一会儿就干了 发现白了 你知道吗 它就马上干了 那这些粘丝呢 粘丝就是糖的 它一会儿都没有粘丝的 都会很干很干 雪白的慢慢的 新鲜的核桃仁去了医 浸入熬热的白糖浆 在果腹艳红的玫瑰花瓣粉末 小小的一粒糖果 也能变换出层出不穷的口感 玫瑰青糖核桃 是糖果老字号 采枝斋的经典商品之一 而阴泉根 就是采枝斋的一名老员工 他把过去口口相传的 制糖工艺 用笔头总结了下来 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 一带一带传承下去 这是个问题 所以我就花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 一个品种 一个品种 再经过这个时间中间 来探测它的标准是多少 上升到初级理论 泛黄的册子 凝结着阴泉根多年的心血 这不但是他一生的财富 更多的是和他的青春 情感 记忆联系在一起 这个资料是我采枝斋 一百多个品种 都总结在上面 多有目录的 一个一个品种的目录 多有 一百多个品种 如今在采枝斋的工厂里 依旧保持着古法制糖的传统工艺 冷却过的糖浆 把果仁紧密地包裹其中 糖块徜徉在人们的舌尖 慢慢融化 浓浓的鲜甜和果仁 特有的芳香 融合在一起 成为苏州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在灌前街的采枝斋殿堂里 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前来采购糖果 而对于苏州人来说 采枝斋 这三个颇有文气的字 早就成为了糖果的代名词 从招待客人到婚庆喜事 如果没有采枝斋的糖果 就好像少了点什么味道 这个就是采枝斋的松枝种枝糖 这个有个语意 松枝就是人家结婚的时候 做喜糖 就是松枝的意思 一个好口菜 这个糖在我们苏州 要流行了一百多年了 采枝斋的创始人金印枝 可能不会想到 在一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采枝斋的糖果已经飞升海外 1954年 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曾以采枝斋的三松糖 招待外国友人 从此 采枝斋的糖果被誉为国糖 如今采枝斋在售的传统产品 分为糖果 糕点 炒货 蜜饯 咸味 共五大类三百多个品种 其中粽子糖 芝麻酥糖 虾子响鱼 乌梅汤等产品 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苏州特产 我不能把我苏色的东西扔掉 不能把我中国特色的东西扔掉 我要保持它那个骨子里的东西 那种风味 但是我的东西一定要符合 现在人的口味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 要求我们在产品中间 不断地发展 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在变化 和全世界一样 汉字也用甜来表达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苏州人钟爱甜食 因为这甜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也是时间的味道 人情的味道 这些味道 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 和故乡 喜悦 念旧 传承 等等情感 混合在一起 如同一个个情感载体 从齿甲流香间涌上心头 如今的灌前街 经过改造拓宽 重新整合 已经成为了苏州著名的商业步行街 在这条不到一公里长的街道上 聚集了二十多家 百年老字号商户 如果有一家老字号 牵出了地方 牵出了关键街 或者是关掉了 那个社会影响非常大 就是我们可以说 这个老字号并不是你 企业本身的 也不是个人的 而是整个苏州 苏州这个城市的 在不断地传承和创新之中 苏州的老字号 得以繁荣和发展 苏州城里现存的老字号商户 共有六十多家 占据了江苏的一半 苏州人把这份对旧时光的眷恋之情 倾注在了老字号的身上 不仅因为他们 镌刻着时代的印记 更因为他们承载着 千百年不变的苏式气息 和雾香味道 这些字号 老而经久不衰 成为筑起苏州城市的一块基石 让这个细腻精致的江南古城 在新的时代里继续演绎一场 盛世繁华图卷 百年老店历久弥新 苏州的老字号 在不断地传承和创新中 得到繁荣发展 而在江苏的另一座历史名城 扬州也有着众多 遇满江南的老字号 金航大运河 寿西湖 绍博湖 温柔包裹住的这座城市 有着烟雨江南的独特美感 扬州人在这样的水文化熏陶之下 生活得悠闲 但不懒散 精致 但不适快 明天的老字号 留住您的香链 我们将带您走进扬州 走进扬州人的一天